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 今年12月以来,温哥华大雪不断 最近这几天更是创了记录 白天气温竟然在零下 夜晚最低也能达到零下18度 那么来看看我种的菜吧 这是12月25号 白天刚走出家门在后院堆积的雪 看看有多深 温哥华是加拿大唯一一个耐寒区为八区的地方 本来冬季多雨,气温温和 一般的话冬天会下雪,但不多 今年从北极来的寒流这么一搞 估计直接从重八降到重七 这还没下完,而且一直低温 这雪化得也很慢 我对我的菜比较佛系 没怎么提前做保护措施 基本上是顺其自然 但每天都会扫塑料布上的雪 不然的话就太重了 这是一盆草莓 前几天可以耐零下四度的低温 但是最近几天完全被冻住了 都结冰了 看看这叶片 都冻住了 抠都抠不下来 再来看看这两盆葱 一碰就断 非常的脆弱 变得很僵硬 估计再巴拉巴拉就全断了 这是一盆香菜 说不定还能挺过来 这个是顽强的薄荷 接下来是两位勇士 百里香和迷迭香 似乎完全不受低温的影响 在雪中傲力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被大雪压趴下好几次 这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香叶 可以忍耐零下十度的低温 果然是这样 但低于零下十度 叶片就不太对了 也掉了一些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挺过去 这是其中一罐的液体肥 全部冻成了大冰坨 看看后院的雪吧 下雪不怕 就怕雪不化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冬天种菜 也就是图一乐 也不指望能吃多少多少 目的不是结多少果 而在于过程 这样长时间的低温 有一个好处 就是估计虫子 会被冻死不少 这是没有暖棚的芥菜 全部都趴下了 而且摸起来很硬 不能使劲掰 会掰断的 也许跪断时间 出了太阳之后 还能够站起来 这是依然奥立在雪中的极耐寒的鱼杆 都冻成了冰雕了 都冻成了冰雕了 看这冰 这冰都沾上了 抠都抠不下来 整个植株是又硬又脆 看看这场寒流过去了以后 这些菜还能不能恢复吧 到时候再拍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好了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